真好 刚刚月和解决了我们担心的两资 外资跟融资 融资是借钱买股票 该如何观察之外 他在前面有预告说 其实台币几乎可以决定 五月份台股的方向 台币来月和请上来 台币我才有兴趣呢 昨天的台币呈现了一度重扁 今天的台币昨天是这样扁 今天是这样扁 昨天甚至说台币走升的方向 还是不做改变 今天最强我帮您查了 强的时候是1.24角是升的 而且最近的升其实量还不少 大概都10亿美元左右的大量 请问台币走升 这个台股就比较有期待吗 我认为是这样没有错 而且台币这边其实也有一些 均线纠结之后发散的 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在 往下发散是走升的发散 对他的趋势我觉得走升的样子 样态是比较明显的 那在台币如果是走升 他往二十九点五这边去前进的话 我认为台股呢 其实有机会去挑战年限 二九点五 对有机会 台股站上年限 开始结论了 来台币看 台币的部分 我觉得升市是逐渐转强 那他目前的这个整理区间 从三十到二十九点五 这边去逐渐往这边前进 那台币只要是走一个量增价强 那台股相对就是走一个稳健的样态 那在台股部分 我们区间可以抓在 一零七二零到一万一千点 的一个这样的区间 先做一个整理 那颈线也就是昨天的这个低点 一零六五八点 如果有跌破要很小心 如果有跌破的话呢 他的等幅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 会到一会破月线的一个位置 到一零三零四 所以一零六五八千万不能破 对我们怕的就是他有一个多杀多的走势 那再来就是他台股的这个上涨量增 下跌量缩的这个形态 有没有改变 今天有改变 明天如果再改变 大家要很小心 所以今天的量 比昨天的量来的少 其实是不优的 其实是不优的 没有错 那法人的筹码 其实有逐渐的转成保守的一个样态 并没有做积极的加码 也是在等待一个区间 做一个突破 那在贵买部分呢 他是维持五日线不破 相对集中来比较强 所以如果要接下来往上突破的话呢 内支会是一个稳盘的要角 所以我们现在操作中心 还是看贵买 然后投信的动作更重要 没有错 所以盯着楼投信买贵买 投信买集中 因为现在依旧是内支当家盘 内支为什么 因为外支会做错啊 连绳都会做错 古绳 大家有一句话是这样 也就是说你看连神仙都会犯错了 更或是一般凡人 股神巴菲特他的旗家公司 波克夏海森薇投资公司 请看 之前开了股东会 结果呢 第一季大亏了 五千亿美元 把所有的四大航空公司的股票 这些四大全部都卖掉了 承认他的判断错误 所以呢 这个昨天新闻都有报 我在乎的是 错 他为什么错 那他有没有抱以期待的口袋名单 长线持有又赚钱的来 请说 那他为什么他要买航空 他以前就有在航空股这边摔过一次跤 他之后又再买航空 为什么 因为航空股有符合他的几个买进的一个要点 第一个他是一个寡占市场 对 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做航空 业他是有相当高的一个门槛 那他又是一个生活必需 我只要经济景气是维持一定的往上走的一个样态的话 基本上飞机大家都会搭 那这个空运也都是会需要的 那再来就是只要经济景气 并不是一个泡沫化的一个样态的时候呢 那航空业其实他是一个 我们都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 他的前景没有很差 那为什么现在要卖 但为什么现在要卖 因为疫情打疫情打击 造成了严重的资产闲置的问题 大家都锁活了 飞机都在积瓶 在积瓶都不飞了 原本他认为飞机这个资产 是个很特殊的资产 如果我今天要调转航线的话 我飞机可以马上转到另外一个航线 或是直接租给别人用 但是现在所有人都不需要飞机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出现一个严重的资产闲置的问题 但没有人要这个飞机 那他认为接下来很难见到更加的这个产业容景 那他这边有一个隐身的他的他的顾虑在 也就是这个疫情的 大家怕的这个样态 可能要出去要检查 戴口罩 飞机可能都不能坐满 只能坐一半 距离要減高 这样子的状态可能会延长很久 他保守 对他认为这个产业不会再像之前那么好 我觉得他太保守 对那他他他他当初为什么会他当初为何买 和至今为何卖的原因 其实都是因为产业的看法 有点转弯了 OK 那他在昨天就有去警示 就是说像费的他这一次的空前行动 确实是反应很快 那他为什么会去特别提到费的 因为我们大家还记得在08年的时候 这个巴菲特扮演的傅爸爸的角色 大家不敢接的盘 他都把他接走 但大家有发现这一次的疫情 他是在做减持股这样的动作 并不是进去接牌 爸爸也怕了 因为费的先进去接 那他就开始骂费的说 你先进来接你要小心 可能会有极端的后果 因为费的先进来接之后 代表说我企业如果经营不善的话 我费的会帮他进来去做这个支撑 那你就买了一些垃圾债 所以还有闻到的泡沫景区 我们刚才有提到 产业的泡沫其实是很严重 他很会去躲这个泡沫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借钱买股 我不要去做 不要融资 你不要用融资 或是用纾困金口去买股 这个都很危险 关于这一点 我怕大家有点误解 因为市场上说法 巴菲特指说 林总会都买了一些的垃圾债 其实我们前线之前有教过大家 帮我口头戴就好了 好来一个白板 因为林总会这次印钞票 买的说白话 并不等同垃圾债 他买的是堕落天使 本来是天使 现在是堕落天使 掉下来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本来是好公司 我本来是AA的 或AA 甚至是A加的这种等级 帮我换蓝色 本来是好公司 可是因为现在业绩不好 大家错杀你了 平级这么往下掉 掉到AA变成一个A加 或者A加来到了AAB 还算是还不错的 三个A掉到了可能只剩两个A 这叫堕落天使 并不等于垃圾债 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垃圾债是很烂的 比如说CCC 或CC减 CC江 这种联绩会 没有买观众朋友 所以堕落天使 不等于垃圾债 所以联绩会怎么买 也就是买的 比较是好公司 没错吧 相对来讲是好公司 但是他一样开了一个先例 因为以前这些他不买 对啊 他开了这样子的先例之后 巴菲特提的就是这个先例 日后可能会有影响 而且他不是只有买债 他连股票型的ETF都买 所以联绩会这次才会 美国的总负债超过了三兆美元以上 股票买债也买 可是都已经动作了 联绩会就归属他了 我在乎的是股神巴菲特 再下一张 我给月恒的题目很简单 股神至今人持有 长线的存股哪一些 而且获利的标的抓出来 好我们摊开这个巴菲特纯股 波克夏他的持有的股份 我发现最大其实就是这几种 第一种就是这个金融 金融类 还有很多的这个银行 包含了美国银行 富国银行 摩根大通 还有穆迪这个 都没卖 都没卖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银行不会倒啊 自从那个雷迈兄弟之后 美国也是不会让银行倒吧 银行目前是不会倒 但是他有开始做一些些减值 但幅度并不大 他可能涨多了 他做一些调节 然后再来第二大就是这苹果 他也没卖啊 苹果他也没有做大幅度的调节 所以在占他们那个比重里面相当大 他已经是苹果的这个大股东之一了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 大家最常听到 就是日常必需品 饮料 可口可乐 或是这个民生用品 几列刮胡刀 这些是他喜欢的 那他就存这些股 还有四个心法 第一个他喜欢的是寡占产业 就是可能就几个巨头在这边 做在产业里面 他们可以掌控所有事情 可以控制利润 就美国人啊 男人刮胡子 一百只刮胡刀 九十九只用几列的 他就叫寡占 对那最好就是 你在这个每天的一天 二十四小时里面 你都会看到他 在饮料 每天都会看到 银行去存折都会看到 刷藏刷本子 那再来就是产业的前景 是长期看好的 他会一直存在着 这边的一个产业 那再来就是这个产业 并不能是泡沫化 比如说像网路产业 他就很不喜欢 他很怕 像之前的网路的这个泡沫危机 他就没有去被受伤到 那我们台股在 如果要按照股神的逻辑 来去做一些选股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选 其实第一个族群 我们就可以先找 像是金融族群 而是占他的最大的一个比重 那股票换 其实我们可以看 像是玉山金的这个部分 来去做存股 那我们用昨天的收盘 二十六点八的话来算 他今年的股利是一点五八八 那本益比大概是十五倍多 不高 其实不高 那在股息之力的话 部分也有五点九三趴 快六% 对其实都还不错 其实我们挑一下的话 就按照这几个族群去选 其实都会有一些 还不错的股票 那你只挑玉山金 但是那个其他包括像 中信金、华南金、第一金 那些 其实我们也可以选 他都是金融股的部分 那其实台湾的金融股 基本上是不会倒 那我们这边是可以去挑一些 自己比较熟悉的 来去做参与交易 所以你自己算 如果股息息利率 大概也是这么高 本益比低 那就吻合像玉山金 对我们就是可以是 我们去长期做一个长头 来去做存股 慢慢去做加码的 那再来就是 瓶盖股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认为瓶盖 就是手机应用的这个王者 他们就是一个寡占的市场 那其实台湾相关 其实就是台积电 那我们台积电连续 十年是跑云大盘的 所以你如果要存股的话 其实台积电有低的时候 是可以去买的 那股利的部分 今年大概预估是十块钱 那这样算起来 股息息率大概三点多趴 如果台积电再更便宜一点的话 这股息息率就很值得投资 你知道吗 我最近听到好多声音说 台积电怎么不再跌多一点点 再跌多一点点 我可以再买便宜一点点 股息息率就会跳高 但是有没有可能再跌一点点 当然是有可能 大家都在期待 但是当他跌的时候 你一定很怕 因为大盘一定会中错 对 但是我们国人 现在很多散户投资 很聪明的 就是懂得买对股票 买对方向 因为看前线 看几集之后你就变聪明 好 再来 那比如说民生的部分 比如说像是胃王 就是这个泡面的这个调味料 那我们可以以他的五月四号 收盤加64.5的话 他股利今年是配发3.76块 本益比是12.1倍 股息息率算起来也有5%多以上 算法人进五日买 并没有太大量 但是其实这种也都是民生 大家常会见到的 好 再来就是ETF 那巴菲特有提到 就是他最近有买ETF 大家以为股成不是应该选股吗 但是为什么买ETF 因为大家发现巴菲特的这个波特价 其实并没有跑赢SP500 没有跑赢标普500 对 然后他在股东会有时候 被投资人这样问的时候 他很尴尬 所以有时候赢有时候输了 生人怕过又是错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要选一个好的股票 其实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选产业就比较好 因为产业 他可能这个产业面哪只强哪只弱 不一定 但是我们如果用产业来去规划ETF的话 比如说像是富邦公司 自己的显示 他就是比较好的产业的话 比较好的公司 自己做的好的 把它包裹起来 编转一个指数 对 所以富邦公司治理ETF 就是这样的 对 像这样子类似的ETF 00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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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之类的 那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些股息值率比较高的 来去做一个参与市场 那你就不用担心说踩到一个地雷股 感谢郁航 非常谢谢您了 我们来结论一下 然后郁航 刚刚的大盘 刚刚他说台股今天 融资是最重要的关键了 融资呢 不要以为说当天前一天增加 可隔天没有大跌 那个不用怕 不是 往往融资增加的当天 融资增加很多 27亿的当天 如果耳后两三天 它的低点灌破掉 那么会多杀多 压力会变重 所以麻烦您台股刚刚有说 那个的昨天的最低点 千万不能破 当然融资大家盯着看 是有隐忧的 至于外资 外资现在在选择权 避险空单已经架构好了 所以请小心外资还没翻多 只是做空的力道 没有想象当中 像昨天那么样的狂 那么样的大量 所以这是大盘的结论 贵买来看一下第二章 贵买依旧是盘面上的 重心跟主角 强过了集中 这是不变的定律 刚刚说的 这个点就是不要破的 台币走升的方向 如果能够来到29.5的话 那么台股有机会站上 年限万一的重要大观 我刚在乎是在 古神巴菲特 刚刚他有说 为什么要卖 因为觉得航空的融金 未来看不到 所以请多注意一下 那你现在还握有什么的标的呢 下一章 玉衡有说 古神巴菲特 持股长线的四大心法 就这四大心法 因此金融 苹果 日常必需贫 扩散到台股 就是这几大类 以上结论该您做掌握了 今天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也许您会说 哎呀 我都是存股 我也不进出 可是存股 股票就不想要卖 股票套牢了 现在也不想卖 舍不得那怎么办 赚不到钱 很简单 你可以把股票借给别人 股票出借 叫做借券 我也两教会大家 每天每天赚到钱 赚利息钱 利息还颇高的 但怎么借呢